各位爱茶碗的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小编分享的时间 今天小编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件 要变天幕 这一件茶碗的作品 是我们台湾殿堂级的一个天幕的老师 叫邱逸智老师的一个作品 那这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 天幕茶碗的一个作品 现在已经绝版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表现的话 第一个它想表现的是这个 要变天幕的一个光斑的一个色泽的一个部分 所以近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 每一个圆圈的外面 它有很多不同颜色的一个表现 譬如说它有黄色的 有蓝色的 有绿色的 另外还有一点点的一个 要变的一个斑纹 但是基本上呢 真正的要变的斑纹呢 就是我们日本厂的那三件的 一个要变的一个天幕 它的这个圆圈是比较小的 而且它的分布呢 是比较疏密的 就是不像这么大颗这样子 不过呢在这个作品里面 已经表现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把它看一下 这种光呢 它在不同的一个流动的一个 一个移动当中呢 它会产生不同的一个色泽的一个光斑 非常的漂亮 而且其实在不同的光线里面 像我们现在打的是比较强的一个光 然后呢 它的这个彩色的光满 就会比较淡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灯光呢 如果是在比较影光的情况之下呢 它这个光满呢 就会呈现非常亮灵的一个颜色 那下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邱逸智老师的一个落款 它这里藏有一个秘密 譬如说CYC 就是邱逸智的一个落款 可是呢 下面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是6 6是表现什么呢 是老师他自己做一个 又要的一个配方的一个标记 这个药变天幕呢 据说呢 邱老师呢 它只有三个窑 可以烧这样的一个茶碗的一个作品 但是呢 只有其中一个窑 可以烧出这种药变的一个光斑 的斑纹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呢 每一件这个药变天幕的一个作品 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作品 那这一件呢 是另外的一件药变天幕的一个作品 那基本上呢 真正的药变天幕 它应该是在偶然之间形成的一个作品 因为在宋草的时候呢 它可能使用的是一个柴烧 那据说有人在讲说 有其他的一个藏友在说 其实呢 早期这个宋草的这个药变天幕呢 它可能也不是一次烧成的 可能在柴烧的过程当中呢 经过两次以上的一个淬炼 才产生这种不同于一般的茶碗的一个光斑 还有一个斑点的一个部分 不过呢 因为现在的技术比较 跟以前比起还是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我们有比较好的一个配方跟油料 可以来呈现我们想要呈现的一个茶碗的一个作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件的这个极光天幕呢 它底是黑的 然后它旁边呢 就是产生一种非常规则 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晶的一个斑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碗里面呢 就是通声呢 它就有一种很漂亮的一个光斑 而且这个光斑它不是不规则的 因为有一些它是会呈现比较不规则 但是邱一智老师的作品呢 是呈现非常规则的一个光斑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碗园的地方呢 它还有呈现这种金色的三角形的一个结晶花 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你碗生的部分呢 我们去看它 一样它就是在影光的地方呢 它会比较有那种彩色的一个光斑 会比较丰富 就感觉色彩比较饱和 但是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是强光去打它 你就会发现说 它其实在比较影光的地方呢 它这个光斑 极光的一个部分 才会跑出来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它就会呈现不同漂亮的一个 颜色的一个呈现这样子 那这一件的底色它是黑色的 那我们可以靠近的话 可以看到上面是浮一层 像是一种亮光膜的一个感觉 这种亮光膜呢 其实就是一种结晶 这种结晶的话 一般我们是用蒙或者是木 这些成分呢 去呈现它 那每个人的烧制的手法不太一样 但是呢 要烧到这么如火纯粹的地步呢 其实也是蛮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呢 就是在胎土跟这个 幼儿的配方里面 都有上百上千种 然后你要把这两种的配成一个 可以呈现这样子的一个色彩光芒的一个作品呢 就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邱一智老师另外一件作品的极光天幕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其实它的底色呢 是比较呈现金色的一个底色 所以呢 在一个某一些角度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透着非常漂亮的一个极光的一个颜色 可以说呢 是非常的梦幻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你可以看到 往外的一个地方呢 有一片的一个极光的一个光斑 然后往底面呢 更是这样神采意义的一个感觉 这个呢 算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作品 那据说呢 在邱一智老师的三个窑当中呢 只有一个窑可以烧出这样的一个作品 所以基本上呢每一个茶碗呢 它都是非常特殊 而且是非常极其难得的 到了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烧不出这样的一个作品了 因为这个算是都是早期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去看它 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极光所呈现不同的一个 颜色的一个光泽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跟刚刚那个黑色的又不太一样 因为黑色的话 它有那种三角的那种金色的一个结晶 但是这一件呢 它本身的拍呢 它是属于比较金黄色的 所以它就没有透着那种 我们刚才讲的那种三角性的一个斑纹 这个就是一个一点一点一点的一个斑纹 这样子在呈现 那每一件作品都非常的 就是让人赞叹 就是你拿在手上 你去观看它的时候 在不同的角度呈现不同的光泽 而且这个光泽的这种斑纹呢是非常的规则 而且是大片大片的这样子 所以在镜头下呈现的这个颜色呢 真的非常的梦幻 它就像是极光一样呢 变化多端 而且在不同的角度看呢 它都有不同的一个观赏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那现在药片天幕在日本的话呢 就是有很多的陶艺名家呢 就已经烧制出来了 譬如说像是童骨铭 赖户义吉跟林公柱这些大师 那他们的药片天幕就是比较 像是那种日本那种正统的 那种药片天幕的一个感觉 所以他们的一个烧制的一个成分 秘方跟技术呢 当然都是一个不能公开的一个秘密 因为他们是穷极一生呢 才能够研究出来这样的一个 药片天幕的一个茶碗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来欣赏 这三位大师的一个作品 接下来玩的三位大师的一个 电视频 我们今天欣赏了非常多的陶艺师的一个作品 有我们台湾的邱一智老师 还有日本的赖互一几 宫著跟同步你的一个要变天物的一个作品 不晓得常家们最喜欢哪一个陶艺师的一个作品呢 这些作品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经过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淬炼 才能够成就一件作品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也欢迎留言给小编 小编的一个茶碗赏西呢 我们下次见